朋友们好 1月和2月份呢 是我们对花园里的 爬藤类的玫瑰花 进行牵引和造型 最好的时候 特别是1月底 2月初 这个时候呢 玫瑰的枝条相对来说 还比较柔软 所以很方便 我们在造型的时候 就是来回的去给它 做牵引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玫瑰正在冬眠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去做造型的话 对它的伤害也是最小的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修剪 那么爬藤玫瑰的修剪呢 我在我的0427视频里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这边的几颗爬藤玫瑰呢 都是已经修剪过的 大家看哈 死枝 弱枝 斜叉枝 都已经剪掉了 剩下全是粗壮的这个笋枝 然后呢 非常的通风透气 我们要做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把这些的叶子摘掉 现在已经是1月份了 我们看这个叶子呢 已经不再光亮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 已经都回到枝干里去了 那么如果我们还保留着这些叶子的话 它就会生很多的那个细菌啊 虫子啊 明年玫瑰的病虫害就特别的多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摘掉所有的叶子 现在呢 我已经摘掉了所有的叶子 大家看是不是清爽了很多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把摘下来的叶子 全部清理干净 因为玫瑰花的叶子呢 是最容易带那个病菌的 所以呢 一定不能用它来做这个 Compost 然后让它臆肥什么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造型 如果你的花架只是一个平面的花架 你也只种了一种玫瑰花在旁边 那就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那些主干沿两边的方向 斜向上拉 然后均匀的给它分不开就可以 但是呢 我的这个花架呢 种的是两种玫瑰 中间呢 是粉白色的Eden 周围呢 是红色的Florentina 那我就想用这个粉白色的Eden呢 组成一个心形 然后呢 红色的Florentina 做成它的背景 那我这个特别有设计感的弧形花架 再配上这个 非常特殊的这个形状图案的这个玫瑰花 那它呢 就会具有一种非凡的美 所以呢 我决定试一试 因为心形这个形状吧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我需要借助一个辅助材料 我借助的这种辅助材料呢 就是铁丝 是在Home Depot买的 因为我们只是用它作为一个形状的参考线 并不受力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也不用要太粗的 就像这个粗细就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拿这个铁丝 然后在架子上 先给它牵引出一个心的形状 考虑到视觉效果呢 我让这个心形呢 大约占到整个花架的一半 那么我们这个心形呢 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 先把粗壮的主杆 沿着这个心形的边缘 平行散开 那么在牵引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就是那个枝干的方向 最好是斜向上方拉伸 如果为了造型的需要 需要平行拉伸也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向下勾头 如果说枝条顶端向下勾头的话呢 这根枝会长得越来越弱 那么当你把粗壮的枝条 牵引完之后 这个架子上一定还会有空白的地方 你就把剩下的不太强壮的枝条 给它牵引到那个空白的地方 把它填实就可以 那么对于我的这个架子来说呢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 把粉色的Eden呢 要牵在鲜形里面 把红色的Florentina呢 要牵在鲜形的外面 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那这个牵引工作呢 终于是做完了 但是我们看到 我这是已经修过的这个玫瑰画 我依然是还是剪掉了几根特别粗壮的枝条 这个枝条差不多有这个手指那么粗 而且有比我还高嘛 是因为你在做牵引的过程中 会发现 有些的枝条它左牵也不是 右牵也不是 它牵哪儿都不合适 要么呢是突出在外面 不去它自己的区域 要么是鞋插着 就显得非常的乱 所以呢我们就还是要把这些的枝条剪去哈 为了让我们的玫瑰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形状 接下来呢让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的造型哈 大家看刚才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个主干 然后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然后让主干呢 大家看哈 沿着这个形状 基本上是平行的 这样的话它明年发出来的这个新枝呢 长得也都比较的整齐哈 然后这边是三只大的主干 形成三条平行的哈 那么这边呢是只有两只哈 然后也是形成顺着这个新型的方向 然后做成这个形状哈 然后到上面去交叉 然后边上的呢 我都是这个Florentina哈 然后这个主干 把主干做好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里面的细的这个枝条呢 给它填充在就是枝条少的地方 你看这些细的枝条呢 我都给它填充到这个里面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均匀 然后明年这个花呢 它就比较均匀 然后做完这一些呢 又把这个就是后面的背景哈 整理了一下 这个都是红色的那个爬藤哈 那么我还把中间有一根红色的爬藤呢 给它拉到这个上面 然后因为这是新型的最上面嘛 然后填充在这儿 我认为是可以的 再看明年它发新枝开花的情况哈 那么在这个拉枝条的过程中呢 我们尽量的就不让枝条往下 你看这些的枝条呢 都是往上了 因为如果它的那个头弯下去的话呢 那个头也是平行的 如果它弯下去了 就容易就是长得越来越弱 然后就不好好开花了 所以这是主干 主干拉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枝条 那么小的枝条呢 就是原则上是 每一枝上留一到两个强壮的芽点 就像这样 剪就行 然后把那个小的枝条呢 就给它修理一下就可以 因为我这颗 也不过是两年的哪个花嘛 所以枝条也不算是太多 所以我就没有给它修的那么厉害 特别像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它上面很空嘛 所以我就留了三四个芽点 因为它发出来枝条之后 刚好把这个 刚好把这个空给填上 所以你再看你的玫瑰花的大小和 你的这个形状 因为现在它还有很多空着的地方嘛 所以我就多留了一些 但到明年再长一年的话 这些的枝条我都会给它 就是修的 我都会给它修的就像这一只 留到一到两个强壮的芽点就可以 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玫瑰修完之后呢 就非常的通透 也没有叶子可以染病 然后它能得到很好的一个修眠 然后这个形状也非常好 所以呢就很期待着到明年哈 这个花开满家时候的样子哈 好了那今天 藤本玫瑰的牵引和造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